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提枪 直接点到进区 投球 这是弗安克的插上进中 弗安克顶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三次这样出到大进区之外的出击了 这赛季赵博在出击方面是涨了很多的 来尝尝投球 大门 做出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对于这个赛季的神花来说应该是一笔性价比非常高的交易 这一下领过来了 来尝尝门匠出击 保亚熊 漂亮 球队的心源嘛 张张加入球队也是踢的一个替补 这一球 近距离一个倒地 蒋盛龙是拉抖了艾弗拉 又有了巴索折 再碰 中间队友跟上的很快 选择自己来了 起叫传中 投球 又错失了一次机会 鞋锤现在也是中超射手榜的榜二大哥 榜一大哥呢 是他身边的莱奥娜 哦 带倒了李提销 给到马来来 马来来单刀 马来来 进区里右脚大门 门将出击 还有巴索折 这回张家琪在进区里推倒了巴索折 裁判指向了点球点 马来来 几乎都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可惜啊 咱们看一下马来来 打在了赵博的腿上 然后巴索折 身后被张家琪放倒了 其实 哎呦 张家琪这种球啊 你也真的不能说这是一个 马来来 起球大门 漂亮 后点三个点都在伸手药 起脚给进区 投球漂亮 扳平了 浙江队一比一 扳平了比分 穆谢奎 穆谢奎 可以说浙江队拥有两名榜一大哥 穆谢奎在后点 面对艾迪啊 艾迪 今天的防守的表现 直到十秒钟之前 我们都可以说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瑕疵的 三方一比一占平 重回同一起跑线 这会儿成都的球迷啊 又要高兴了 因为双方打平的话 将会是成都联赛第三 投球 爆亚熊 这是弗兰克一次回头望月 再到禁区里 一脚漂亮 莱纳多 莱纳多二比一 什么叫做中招的球王呀 什么是中招的金靴 莱纳多 三百万转会费 贵不贵 省吃俭用就买断他吧 当然不要忘了弗兰克 这一下顶在最前面 给莱纳多做的这只球 莱纳多 莱纳多 这次进中的配合 打得太完美了 再给着篮 全场比赛结束了 这枪队在各场二比一 击败了上海生花 莱纳多 莱纳多